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罗今天只要常在给大家分享这个免费的ss啊科学上网飞机场啊或者ss节点我也节点啊这个啊每天的开场白都是这样感觉已经啊非常的这个这个什么呢啊反正我还是你们的那个熟悉的朋友小罗对吧今天依然给大家分享啊这边是我的频道主页如果说你在这一期的视频 视频当中没有找到你喜欢的这个机场的话啊就说这一期的这个机场你感觉速度啊不怎么快对吧那你可以去我的频道首页对吧频道首页啊小罗这边有一些教程啊反正啊每一期的这个 呃ss机场或者外的机场啊这个都是免费的啊都是有免费节点的啊就是说可以白嫖啊怎么怎么或者这是怎样怎样的对吧 呃老的订阅微博都知道小罗这边一直都在分享免费的节点啊没有收费的这个机场分享 啊都是免费的科学上网对吧 呃如果说有收费的就是小罗自己在用的那个啊就是视频下方的那个小罗自用的那个啊机场啊那个推荐的那个机场其他的都是免费的没有收费的机场对吧 呃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一期的这个啊机场报应的话可以去我的频道主页啊看一下 当然了如果你是第一次点进小罗的视频不妨给小罗点点关注点点订阅啊打开订阅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会收到小罗的视频的第一啊最新的啊这个推送对吧 你就会收到最新免费的机场啊速度怎样大家自己去测对吧 小罗这边从来不去做测速因为网络环境地区等等都不一样啊这个速度的话大家自己去测测 适合你你就用不适合你的话你就换对吧啊废话说的太多了啊当然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这个机场 Let's go好吧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大家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啊我们现在所有看到的节点都是给大家免费使用一个月并且这个机场目前为止啊就说注册不需要邮箱验证 但如果说一个月过后他的注册依然没有邮箱验证的话你依然可以再白嫖一个月啊 每天签到的流量啊以及他送的5个G的流量完全够你使用对吧完全够你使用如果说你看看视频这样的话完全是够使用的 如果说你要把它作为一个生产力的机场的话 小罗只能在这说抱歉这个流量有点太少了好像不够用对吧 至于速度来说的话大家自己去测试一下速度来说大家自己是测试一下这个机场应该是新开的一个机场对吧 啊这边用的人真的是挺少的这种新开的机场的话速度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没什么问题应该都还是给力的啊给力的对吧 我们先来用复中心看一下啊我们先来个用复中心看一下啊 啊这边啊大家可以看到2020年4月8号就相当于可以使用一个月可以使用一个月他的流量有点少啊注册是5个Gb的流量但是啊你可以去签到 你每天只要去签到啊你这个流量的话肯定是啊足够你去使用的了虽然说别人是给你开的白嫖的这种一个做做一个小的限制的话也是完全可以的对吧 大家一定要理解啊对吧毕竟机场主啊虽然说别人是善人善举对吧但是你也不能让别人机场主怎么说呢啊就是 是一直撸他的对吧这种啊对吧呃端口苏利话无限制然后在线数位说我不限制然后这边有威尔的SSR的这种啊反正大家自己去复制添加进去就完了 呃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这边那个 呃套餐怎么样啊套餐怎么样啊我们看一下套餐套餐贵不贵 啊这个套餐对吧 我们这边还有0元的啊大家进来可以去买这个0元的 啊每天都可以买的啊一个月买一次也可以我们这边也可以直接去买一下 啊如果说你注册进来没有的话你直接去买一下对吧啊然后单次体验的话是 啊5个啊就说5块钱啊5块钱啊10天还是挺便宜的啊挺便宜的啊其他的套餐我觉得还是有点贵啊有点贵啊 啊他这个流量也 怎么说呢特别的少而且他现在也是只有一起节点啊所以说这个还是挺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邀请链接啊我们看一下邀请有没有什么反例啊我会获得10个级别流量你会获得1块钱作为初始降金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对吧 好了这个机场大概也就是这么样的情况啊这个算是一个免费的机场啊免费的机场 啊就是一个公益机场吧算是一个公益机场 好了如果你是第一次点进小楼的视频不妨给小楼点点关注点点订阅老的订阅用户都知道小楼一直推送免费的这个SSR飞机场如果说 你是第一次点进小楼的频道不妨给小楼点点关注点点订阅啊支持小楼一下小楼的快嘴科技一直在分享教程科技生活啊生活最近的视频也要快上架了对吧 好了这期视频大概也就这样我们下期视频里面再见面啦